七十八 有人批评和诽谤你时 绝对是自己有错 一定是事理律法之间的矛盾 至少都是自己的言行 没有争取到对方的认可和静默 所以必须多做自我批评 凡是有人批评和诽谤你的时候 仔细想一想 绝对是你自己有了错误 因为人们不会无中生有地指责你 因为在人际交往 或在处理一些事情时 由于种种原因 难免不发生一些矛盾 或者是自己的言语 或者是行为 以做出或表现出对不起对方的事或态度 至少都是没有争取到对方认可你 静默你 也就是说 没有得到对方对你的好感 就凭这一点 你都是一种不完美之人 都是你自己的错误 都应该从内心里自我检查 所以要多做自我批评 请不吝点赞 個人 聪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